5月26日,郑欣怡受邀来到香港海洋公园的一家感事餐厅 在开幕式上和胡峰一起负责介绍店里的食物 好,那么食物方面呢,这里有什么白色的成品呢? 这个白色的成品有很多,其中的就是打叉,打叉是非常香滑的 是啊,打叉,我记得你小时候的那段子,婆婆常常买给我吃的 哇,这些蛋呢,里面真的很甜蜜的,很棒,我现在还没有 是啊,嗯,什么啊 欣姨表示自己上次来到海洋沟渊已经是六年前的事情 那是害怕因为超众发生危险而错过很多的机动游戏 现在修身之后希望可以尝试一下 我上次来是跟我中学的同学们一起来的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减肥 所以有很多的rides我是没有就是很怕坐上去 因为怕我太重的话会掉下 喜爱茶餐厅美食的心仪回忆 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自己经常和妈妈一起光顾当地的茶餐厅 而自己最喜欢的食物通通都是热量高脂肪多的美味 温哥华的时候那边也有茶餐厅 那我跟妈妈每几天就会去那边吃早饭 然后这是一个很relax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都会想要早饭 因为他们肯定不需要 因为我们就觉得每个人都会吃早饭